母亲节的周末,我和我妈一起来到了Fungi Aquafo农场来体验生活 这个农场就是我平时买菌包的地方 去年5月,我带着全家也来过这里买稻草和蜂蜜 一年过去了,农场的变化很大,也增添了不少厂房 那我们现在先来认识一下这个农场的女主人Megan 她和她的丈夫Kwashi都在2008年的时候去过中国 这小小视频我们叫做你的农场 好 cool 所以从来可以来一边 很温度 它是 暗中的旌农场 我们和我的农场 和所有的芳蜜 那是去击费的途中 然后我们的联局 和喻健的前世 然后我们有伙伴的伙伴 然后我们有伙伴的伙伴 然后他们有所有的伙伴 这些东西 哦 哇 没关系 美根 你知道这是一个中国的商品吗 是的 我知道 因为它是出售的 直接从中国 哦 哇 这可能是挺贵的 这个研究 是的 我们花了很多钱 把所有的工具设备 然后把所有的工具设备 和所有的工具设备 我们有保护的屋子 咬下的屋子 这些都是西亚的屋子上的 我们的予套需要准备 真的要加上的特别 so something like a blue oyster is only um seven or eight days but something like a lion's mane is more like two weeks and then something like a wine cap is four weeks or shaggy mane is also four weeks nice wow look at that yeah 好 像不像那个爸爸那个或者潜水艇 这在外面有建好的我们进去看一看啊 它已经把棚子先搭起来了好厉害啊 都是自己弄的 啊 这还有个小池塘 很漂亮啊 这些狗狗是看鸡舍的 怕这个鸡被吃或者鸡蛋被偷 新家的鸡蛋太活了得需要提前一年来订 有多少人订鸡蛋它就 呃 养多少只鸡 look at that oh my they're gigantic oh my 发现了一个野蘑菇 这应该是火鸡尾Turkeytel云芝吧 我们就开始干活了 新干的就是把这些稻草 还有这个一些去年长的这些杂草 都分堆给堆好 然后就是远方是我妈妈 把这个他们家的这个花坛给先收拾一下 好 我完事了 好 也都讲了 这是美根自己设计的小的这个园林吧 这是砍过的木头 然后这边有花床 然后这个我们刚才弄了一些杂草 中午吃饭去了 这是我的午餐 三明治 这个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夹着 这个紫色的西红柿 还有这个蘑菇 好好 去蘑菇农场 当然要吃蘑菇啦 这他们家BBQ挺大的 农场的后半身 菜园子 还有大棚 然后这么大 第一次推这个马粪做的腐蚀土 鸡粪做的腐蚀土 还有我这个也弄了辆车 都是体力劳动哦 Miken他们送了我很多的这个腐蚀土 我把它装到了花盆里面养土豆 孩子们 这是Miken送给咱们的三个蛋 你看 大小比较 这个是一个 安全蛋 安全蛋 然后这个是一个鸡蛋 鸭蛋 这么大的 Thank you Megan and Kwasi Thank you Megan and Kwasi Thank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人